所以大宝基金有讲一句话 余生生宝爱不离于我人 刚刚讲到爱证之心如果不去掉 以这样的信念我们要修行正果 是绝对不可能 所以又引大宝基金的话 给我们做一个明证 生宝爱就是把这个身体看得非常重要 比作是修行由思多恶去 所以不去爱证之心 修行的过程里面 你就很可能本来希望飘飘在天堂 最后堕到什么 堕落到三恶道里面 你看我们在学到的过程 我们的本意是希望自己能够正果 永远处理六道轮回 可是对一些理念不是很清楚 我们不知道修行的一个关键在哪里 盲修瞎恋 白辛苦的一辈子 到最后堕到另外一层深渊去 我前两天前仙们拿了一些过去的讯文资料 给后学看 我就看到官法律主他早期曾经讲过 他说我们在修道的人而言 你绝对不可以以布施的名义 强要求别人要去行功 哎呀我要给你硝烟结业 所以你应该要布施 或者你不能说 今天我拜托你买一个东西 然后明天讲 哎呀那请就不用给你了 我帮你放到佛堂去做开销 给你有一个结善缘的机会 我们看似是一个动机良善 但是方法错误 这些都是戒律上的一个相当不好的一个 一个瑕疵啊 所以有些做好事 你都要用正确的方法 我在想 法律主之所以会提出这些 就无非到场上曾经出现这样的乱象 我给你布施的机会 那你就去签名啊 然后就分歧啊 这些都不对 他分歧就表示他现在没有力量 那你有多少你做多少 以后如果有了你再做 没有了也可以嘛 那你想想看 我们这一路走来 过去是不是有一些观念是错误的 或者我们执着别人的钱财 你只能放到某某地方 有别的地方不可以 那个都是错误 观法律主在执掌道场的一个戒律 所以他提醒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都是我们不可忽视的 我已经提过了四项分为迷智四项跟迷智四项 这个迷智四项就是来自 正物了绝 第一个就谈什么叫做心所正者 心所正者就是我项目 所以这边谈的全部都是谈到迷智四项 自信清净无染 本来无所谓的能见跟所见 没有能所之别 因为无明最初一品身相无明 于是他就有了所谓的能见的见分 有了能见的见分 相对于能就立了一个所见的境界分 有能有所就开始了什么 知莫无明的一个衍生 所以能所都是无明的一个展现 我们修道一定要破能所心 金刚经后半段都在破阿赖爷的见分跟相分 所以有所正者乃是无明 并非觉性 现在理解吗 所以这边讲的我项就不是 指四大甲和为我的我 而是指什么 指阿赖爷里面的那个细相 他说善男子 譬如有人百害条是忽望我身 他在谈我相的一个什么 一个内涵 假如一个人平常身体都健康 你不会觉得色身肉体有存在的 对不对 你看我们如果身体好好的 你从来不觉得 这个脚走路是再自然不过的 可是有一天当我的脚不能走路 你才发觉它的不方便 我们都以为开眼见目 看到外面的一切 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可是有一天眼睛的功能 视觉失掉了 我们才发觉 没有眼睛的不方便 所以这个叫做百害条是忽望我身 也就是无始结以来 身无会目啊 没有判断真假的能力 我们认假为真的 由根本无名 衍生的知目无名 主宰了我们一生的视听言动 我们都不自觉 这个叫做百害条是 忽望我身 就如同我们在身体健康 从来没有觉察到身体的六根 哪一个比较重要 他说四肢循环 摄养乖方 唯家真爱 则之有我 等到有一天 一个疏忽照顾不好 这个肢体有没有 没有办法很自由自在的 身躯自如了 就表示你没有好好的照顾啊 于是我们要透过外面的针灸啊 草药啊 来帮助我们恢复健康 那个时候才觉得 则之有我 才发觉 哎呀我这个身体的手脚 怎么这么不方便呢 健康的时候 不觉得六根的重要性 一旦失去健康 才发觉六根与我们的重要 他说事故正取方向王体 我体 这一句的意思是说 五始节以来 我们被无名给左右了一切 我们不知道那是无名的作用 错把人心当做道行 然后透过修行 我们开始回光返照了 发现那个事经 事心是扰动不安的 而佛在经典讲 真如是清净理念的 我们才发觉 哎呀原来这个常常左右我身体的 不是那个真心啊 所以你没有经过修行 没有无数次的回光返照 我们是无法察觉 什么叫做狂信邪啊 因为我们做梦做习惯 我们念念相续不停 从来也没有体会出 离念清净 所带来的解脱自在的感觉啊 所以善男子 其心乃至正于如来 毕竟了知 清净涅槃 皆是我向 他说一个人 他在一路的修行 即便他已经正到佛的境界 若有一念 正性未亡 哎呀我已经正到了什么 正到了佛果了 我正到了菩萨了 自觉有所正 这个就是一个境界 那有所正呢 那是落在相分 他就是无名 他是一品身相无名里面 所衍生出的细相 所以见分是从哪里来 从一品身相无名而来 那一品身相无名从哪里来 无始结以来 阿赖爷生灭的真如 生灭的这个无名 跟不生灭的真如 他是并存的 因为有无始结以来的根本无名 才会意念不觉心动 就是这样推本溯源 所以我们要面对的挑战 真的很艰难 因为这一棵树已经 站在这个地方太久了 埋在土里面的那个大大小小的 粗根细根 纠葛盘结 势力范围太大了 好在佛陀有教我们修行的步骤 入手的方法 只要耐心的自我要求 终究能够慢慢的循序渐进 成功就会再往 他说善男子 云和人相 前面是讲什么叫做我相 我相是有所正 有一个境界相 那什么叫做人相 为诸众生心悟证者 证悟了绝 觉得我能悟 我会证到那个境界 是因为我能够悟到一些东西来 这个叫做人相 所以迷智四相所谈的人相 是外面的吗 迷智四相是相对于我才有人 对不对 迷智不是 迷智的证悟了绝 都是来自于阿赖爷的无名信相 所以这个人相不在外 也是指你自己啊 你有了悟之心啊 我能悟啊 他说善男子 悟由我者 不复认我 所悟非我 悟欲如是啊 当我们在不断的学习过程里面 不断的进入回光返照 我们发觉了 发觉我们第一个先破 锁证嘛 是不是 然后进一步的觉 那个能悟的我 也是无名的一个作用 也是无名幻化的功能 所以既然已经破了境界下 那个锁证的已经破了 正的我 那个叫做我相 当我们有所悟的时候 没有去掉那个能悟的我 那个叫做人相 这些都是落在迷智四相当中 您不要太纠葛 这些的文字 你只要了解迷智四相 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然后有空回过头 再去看一看金刚经的后半段 你就发觉对金刚经 你有更深入的一个认识了 读经的乐趣就是在于这里 过去读那部经好像似懂非懂 然后今天读了另外一部经 既然是般若经 它就会殊途同归啊 透过圆绝经 让我们去对金刚经 有更深入的了解跟认识 善男子 其心乃至原物涅槃 据是我者 其实这句话应该这样说 当我们有我 有能有所的时候 你是不可能原物涅槃的 原物涅槃就是已经 正入到清净无余的境界了 那它是反过来讲 哪怕你已经正入到无余涅槃 如果你还心存少物 备丹正理 什么意思 你没有把那个能物所物之心 完全给拿掉的时候 那个都是人像的一个作用 就是不够清净啊 所以善男子 云和众生像 我像 人像 解释完 接着来讲众生像 所谓的众生像 就是 正悟 了 觉得那个了像 众生像 觉 前面的所正的境界像 跟能悟的那个我 都是希望的 那这个能觉之心 能够觉前面的 我像 人像是希望的 连这个能觉之心 它也是希望的 它叫做 众生像 除了我们去看 金刚经 各位前前 也可以把 派上清净经 拿来做个对照 那一段的经文 对不对 从里面照到外面 从静的照到远的 三者既无 唯见于空啊 空无所空 所空既无 无无亦无 无无既无 战然长吉 即无所及 欲其能生啊 欲既不生 你才是正入真道 所以一定要扫得 一干二净啊 所以觉得那个了 了就是你明白 你明白那个所正的 这个我像 能悟的那个人像 都是虚妄之像 但是你没有察觉到 那个能了的这个 了解前二者是妄想的 这个了 它也是虚妄心啊 心自正悟 所不及者 什么意思 你能够照见 能见所见 其实都是虚妄的 那这个能够了的心 会落在能所吗 不落在能所 他如果落在能所 眼不见眼啊 他就不知道 那个是无名了 前面不是讲吗 起患至 照无名 除患灭 对不对 但是众生习命啊 你用无名心 你要去灭无名 你是达不到那个效果的 所以这一个绝了之心 不落在能跟所 他虽然也在无名当中 但是不属于能所 他立了一个名字 叫做众生乡